在节目开始前 请到我们的Coffee 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事工需要你的帮忙 加入会员之后 就可以到我们会员专属的群組里面 现在就是我们建立社群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们必须找到 可以彼此信任的人的时候 现在就是找到 共同价值观的人跟家庭的时候 里面只有支持AI News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全部都是支持我们价值观的盟友 不管你在乎的是家庭教育 后院农夫 还是你只想要在你的社区里面 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在混乱的时代里面 增加你跟你家庭的生存几率 都请你加入 好的 现在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坦 今天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是我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问题 最近看到一个新闻 我想说 这不就是我在思考的问题吗 正好就借着这个新闻 可以跟大家讨论一起来分享 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之前 我觉得大概是去年或者是前年的节目里面 稍微有讨论过一点 结果发现 其实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就再拿出来专门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今年2024大选年 大家一定会讨论最多的话题 肯定就是2024年的选举 那大家都想赢 作为基督徒 我们当然都想赢 我们不光是说给大家做节目 很多大家也会做义工 包括我们也会做义工 我们当然希望选举大赢 而且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一个红色浪潮来 但是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民主党跟共和党 绝大多数的议题 大家都比较好选择了 比如说是犯罪或者是经济等等的方面 绝大多数的议题 大部分大家都是非常容易去选择的 像说什么民主党喜欢非法移民 然后共和党不喜欢非法移民 什么白人至上 其实各方面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只有一个议题是促成 连共和党党内都开始分歧的一个东西 不光是共和党 很多就是自称者保守派的人士 也是在这个问题上面 非常的不同意 意见非常大 那这个问题呢 就是堕台的问题 其实民主党也知道 这样一个问题是 2024选举中间 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 所以现在呢 Kamala Harris呢 他就做出了一个什么举动呢 他开始启动了一个 全国的堕台自由之旅 他将从1月22号开始 Hey everyone So I have some news We're heading back out on the road This time we are going to start our fight for our reproductive freedoms tour We're going to start in Wisconsin We're going to be organizing We're going to be gathering We're going to be building coalition And community To fight for reproductive freedom There is a full-on attack in our country Against the ability of people To just make decisions About their own body And their life So join me I will see you soon And take care 那这一天是什么呢 这一天就是罗素韦德案 51周年之际 那他选择在这一天呢 在威斯康星州就开始举行 这整个巡演的第一场活动 开启他的全国之旅 他这个报道是说 说他们要反击 极端主义的袭击 那他这样一个 全国的倒数巡讲呢 是要举办一系列的活动 那他们预计呢 有数千人会聚集在一起 这个报道是说 说为了每个美国人 对自己的身体 可以做出自由的决定而奋斗 所以这个第一场的地点 现在就是定在威斯康星州 那之后这晚上 就有点像什么演唱会似的 后面的日期就慢慢公布了 其他的日期还有地点 就慢慢让大家知道 他们也呼吁 让大家来参加 那他在生殖自由之旅 这个期间 他会要讲什么呢 他在这里面就要强调说 不让人堕胎 是给人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 同时呢 还会分享一些 他们这个左派的 扎人的见证 就比如说 我就是曾经一个堕胎者 我堕胎完了之后 我的人生就变得多么美好 他们让人上去讲这种见证 去鼓励年轻人 或者是支持堕胎 这种想法的人吧 就是更激励他们 而且呢 这个Kamon Harris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他要追究极端分子 就是反堕胎的这些人 要追究他们的责任 而且要呼吁国会 要重新恢复对堕胎权的保护 而且还要让政府 为了这个保护堕胎 采取一系列的步骤 那这个呢 是Kamon Harris 在2024年的 这样的年初的 这样一个寻讲的计划 但是我们看到 现在真的是美国的年轻人 主要是年轻这个群体 左派的这种东西 洗脑真是洗得不轻啊 Kamon Harris 我们好像很多时候 不知道说副总统 这个人到底在干什么 我们一般会看到 比较痴呆的拜登 就是在台上 不知道他自己在哪里 不知道他要讲什么 但Kamon Harris 在做什么 好像一般大家都 没有太关注 但是就是在2023年9月份 其实他这种寻讲 不只是一次了 我觉得他是马不停蹄 他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而且他主要的目标 他就是去到大学里面 因为大学人都觉得说 太厉害了 副总统 你知道吗 像这种人 他们都一般被包装成 是什么坚定的 什么女人 什么强大的女人 靠自己什么 获得自由等等 一系列这种标杆人生 就是特别成功的这种形象 他们会到大学里面去讲演 所以在2023年9月份 Kamon Harris 他在八个州 就开始这个一系列的演讲 那演讲的题目叫什么 为我们的自由而战 八个州里面 他挑选的地方 全都是大学 他就是给大学生讲 他在这些里面 是什么 为自由而战 他讲的都是什么 就强调说堕胎很好 然后枪支不好 一定要管制 气候变化好严重 所以你必须要骑自行车 都要讲说投票 我们要方便所有人投票 所以你就是邮寄选票 什么都可以 Bella Harvesting 什么什么都很好 都讲说LGBTQ的问题 LGBTQ很好 你要做你自己 等等等等 而且还是强调说 黑人是受害者 在这里他讲的 这个说 非常种族歧视的这种东西 到他们嘴里就变成了说 让人必须要教授 美国的完整历史 那个意思就是说 你们现在的人要知道 曾经白人对黑人的迫害 所以我们现在 要给黑人赔款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这些事情 以及受限制的书籍 什么叫受限制书籍 就是在幼儿园 小学初中高中里面出现的 所有那些裸露的黄色书籍 他们说这种书 不应该被禁掉 所以他在一系列 真的是在大学里面 一直到处去讲演 去推行所有的 极端左派的这一些政策 去洗脑所有的大学生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为什么大学生都那么疯狂 是不是 有很多人甚至是为了 抗议保守派的这些东西 他们在什么大街上 什么把手粘在地上 在那里坐着 或者是他们弄什么帐篷 做出非常极端 而且非常疯狂的事情 去伤害自己的身体 用这种方式来跟保守派宣战 这些 这个左派都没有办法逃避责任 你说现在这些大学生 都变得这么疯狂 拜登有没有责任 卡玛拉·哈瑞斯有没有责任 所有的这些民主党人 有没有责任 他们是要承担 绝大部分的责任 是这个样的 卡玛拉·哈瑞斯 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大家都已经早就知道了 而且他也一直都在 做同样的事情 特别就是在 堕胎的这个议题上面 堕胎是一个 非常模糊的一个议题 大家其实每一个人都想要觉得说 这样可以杀死自己的孩子 是一个自由 我知道大家不会这样讲 就是说你在杀死你自己的孩子 因为那个听起来太不好听了 对对对 它就是因为你这样一讲出来的话 它就是一个赤裸裸的 让人没有办法接受的事实 而且这样一讲 就会觉得自己是坏人 或者是你支持这种想法 是一种邪恶的想法 所以他们会把词语给换掉 让自己的内心感觉到舒服一些 对 然后生殖自由 对生殖自由 就是说这个是你的自由 因为自由听起来很好听 不会让你的内心感觉到任何的亏欠 如果说 我要说Eason你要去堕胎了 我就说 Eason我完全支持你杀掉你自己的小孩 去吧 真的讲出来这种话 他会讲说 Eason我支持你选择的自由 这样听起来就感觉 好像是我们就没罪了 你知道吗 这种脱罪的感觉 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不要自欺 你不管用什么语言包装 都是同一回事 各位可以想想看这个道理 我们都知道奴隶不对 奴役这个制度是糟糕的 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人命还有人的生命 人的人生不能拿去当奴隶的 对 然后我们不可以own其他的人 那在一个堕胎这个情况下 在这个堕胎这个框架下面 他们会说 女人是可以掌握他肚子里的孩子的人命的 等于就是说 他们觉得那些小孩是女人的所有物 我们就可以自己问一个问题 人可不可以当一个所有物 如果人可以是所有物的话 那奴隶就是一个可以合理化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如果人命是可以拿来随便杀掉的话 那其实人命就一点都不值钱了 我觉得当基督徒 我们要有非常坚定的一个信念 我们如果说要得到自由的话 如果说跟Kamala Harris一样 我们希望人得到自由的话 那我们就必须要尊重肚子里孩子的 生存下来的自由 他们生命的自由 他们言论的自由 各方面自由 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要帮这些小孩发生 因为他们没办法为自己发生 美国每一年几百万的小孩 被这个样子被屠杀 各位可以想想看 我们会说二战的时候 犹太人被屠杀了六百万 美国已经杀了六千多万的婴儿 从罗素韦德一直到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杀的人是跟毛泽东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杀的人一样多的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数字 而且我们杀的这些小孩 全部都是没有犯过任何罪 还没有出生的这些婴儿 很多人会讲说 你看美国杀了六千多万的婴儿 在这个地方美国很邪恶 其他的国家 中国大陆 他是直接政府过去 把那个孕妇在那个地方给你吃药 直接把你杀掉或是怎样的 所以说我们不是在指责其他的国家 但是我们一定要反省我们自己 我们一定要透过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议题上面 还有我们看到这些问题 还有我们用这些自由多元包容的这个 美丽的字眼来去掩盖这些丑陋 然后又邪恶的这些行为 Kamala Harris 还有我们整个民主党 他们做的事情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到处去演讲 到处去说 这是自由 这是多元 这是包容 但其实全部都是一个很邪恶的议题 很多大学生 在没有正确的道德价值观的情况下 他们就直接这个样子被洗脑 对 所以呢 堕胎这个议题 在即将要到来的2024的选举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了 那大家都想赢 基督徒都想赢 右派也都想赢 共和党也都想赢 就是我们的国家 不能再继续被左派这样获获下去 可是呢 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发现说 我们其实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冲突 什么呢 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在堕胎议题上面软弱一点 有的人会讲到这里的时候 会用一个经文 就说我们要不要在这个议题上面 我们就要灵巧像蛇训良像鸽子 那我个人是完全反对 把这个经文用在这样一个议题上面 或者是在与真理中突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经文并不适用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 说有很多人就说 说这个我们可以先来改善其他的 这一次我们就可以 在这我们可以比如说放宽松一点 或者是我们不要讲 我们就是完全反对堕胎 因为很多的中间选民 他们也觉得现在这个社会环境非常的糟糕 他们也知道这是民主党的问题 可是他们迟迟不投给共和党的原因 就是因为共和党这边有很多基督徒 他们是反对堕胎的 那这些中间选民 他们是支持堕胎的 所以我们要用 就这样一个小问题 去trigger他们吗 让他们好像变成一个没有办法投票 到最后就还是因为说 尽管民主党很多议题他们都不同意 但是就是因为堕胎议题 他们还是去投给民主党 让2024共和党没有办法翻盘 让2024川普就没有办法当总统 所以我们基督徒或者是共和党 应不应该在这次选举的时候 在堕胎议题上面 我们软弱一点 或者我们就先不要讲话 这样呢 我们先让共和党先赢 我赢了之后就好办了 你这红色浪潮一来 我们在夸夸在反击对不对 我们在立一堆法说你也不能堕胎等等等等 就是这种方法到底可行不可行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们讨论过好多次了 私下吧 对对对 那在节目上 我觉得啦 基督徒一定要站稳脚步 在堕胎的议题上面 我们不可以妥协 就是不可以妥协 我知道就像说川普 他也有在节目上面讲说 我们要找一个number 我们会去 堕胎的期间 期间是有一个number的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他是一个 他现在是想要有更多的选票 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投票给他 所以我知道这一点 但是我们基督徒 不能在堕胎议题上面妥协 事实上就是 共和党现在没有推出来一个人 是完全反对堕胎的 你仔细想想看 基本上是没有 好像是 对 就是其实大家都是有一个期限 只不过看你这个期限长 还是期限短 对 有的是什么 六个礼拜之后不行啊 什么什么的 其实是在比期限了 有的比较宽松 有的比较 但是好像没有人就说 完全不可以 对 那我们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一定要 至少在我们的教导下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在我们的生活圈里面 我们要很坚定的去反对堕胎 我们要告诉我们的congregation 我们要告诉我们的会众 不可以堕胎 不就是不可以堕胎 我们要帮助这些 曾经犯错的这些女生 让她们回到正常的生活 让她们亲自的去读圣经 让她们变得刚强 让她们变成刚强的 至于堕胎这个议题 我们不可以去支持 但是我们现在 台面上这些政治人物 我们就是要去支持他们 对 我们必须要 我们不能说就是因为 川普他这个东西 在这个堕胎议题上面 我们没有服务我的心意 我就不去投票了 因为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 完全完美的候选人 因为人都是有缺点的 你除非真的让耶稣 耶稣也不惜的 当什么美国总统 这个是一个事实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就说 在这些里面 我们选出来一个比较好的 伤害最小的是这个样子 对 所以就是在这里 讨论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基督徒要因为政治 去牺牲真理吗 你会因为我反对堕胎 我得罪到其他的人 他就不要投共和党 你在堕胎这个议题上面 你是认为说 我站在政治这边 好像宽松一点 比较OK 还是说我站在真理的角度 去考虑 行就是行 不行就是不行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了 不光是适用在堕胎这个议题上面 有很多议题 在我们的生活中间 在你身上发生的 其实都是这个样子 你是要往那边 稍微挪一点点吗 还是你真的 就是在这个真理这边 因为其实 这个世界 一直想让基督徒 不要再做基督徒 如果这个人不是基督徒 他就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保守派 他在这个事情上面 有考量 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这很正常 因为他的目的就是想赢嘛 但是基督徒的目的 不单单是想赢了 我想赢 可是如果说 因为我坚持真理 导致最后 在选举上面失败了 I don't care 我真的不在乎 因为我知道 我坚持了对的事情 那到最后 神是掌权的神 那神说没有过 那就是没有过 就是这个样子 神说没有过 不代表我们的家庭会坏掉 或者是怎么样 不代表说我们的未来 就是一片黑暗 并不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 Thomas Jefferson之前写的 政教分离 非常适用的时候 对 我们不管政治怎么样 我们就是要坚持真理 政治可以变得乱七八糟 政治可以男女不分 政治可以乱杀小孩 但是我们就是要坚持真理 我们不要管民主怎么样去想 民主是一个非常非常 很可怕的一个制度 我知道我这样一讲出来 很多台湾的人就会咪笑 因为台湾的人就会 吃民主 喝民主 睡民主 但是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 民主的国家 美国是一个共和制的国家 然后有民选的官员 民选的代表去治国 所以说 我们不要被民主的这个东西 来去框架我们 我们当基督徒的需要的是 活在神的律法 还有神的爱 还有耶稣的教导 我们要跟随耶稣的情况下 来去治理我们的人生 治理我们的社区 治理我们的国家 我们要追求的是神的国度 我们要做的是世界的严根光 而不是跟这个世界上妥协 我们常常把政教分离这个东西 扭曲成什么样 基督徒就去山上当和尚 这样子就好了 但是其实政教分离这东西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是基督徒 你不管做什么 你要要求是神的果 神的义 然后其他东西都会加给我们 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 做严根光 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生命 去影响其他的人 当其他的人都跟随耶稣了 当其他的人都愿意去做正确的事情了 堕胎这个议题 将会不会是一个议题 所以其实这个世界 最想让基督徒做的事情 就是你不要坚持圣经的教导 你在不管是说 在所有的议题上 你反对圣经 或者是在某一些 我觉得这是一个破口 就是你在一个上面有退缩 等到民主 或者是其他的声音 越来越大的话 你就会退缩的越来越多 所以其实基督徒 并不是看民主了 也就是说 我根本就不在意 绝大多数人想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基督徒 应该要保守的一个心智 就是我根本就不在意 那些反对圣经的人 或者他们不遵从圣经教导的人 不管他们人数多少 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我不在乎 而且我也不会按照 你们说的东西去做 只是因为你们的人数多 只是因为你们是现在的主流 所以世界要让基督徒 不要再做基督徒 如果你要是 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基督徒了 你坚持圣经所有的教导 如果你越往 圣经的要求 还有思想去靠拢的话 别人就会觉得你有毛病 他们就会给你灌上一个称呼 你说你走火入魔了 这个你是极端宗教分子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餐厅大家都非常喜爱 我们之前又有报道过 他们一个比较负面的新闻 就是他们要开始 在他们的餐厅的内部 有一个这个什么多元文化的部门 那当时大家就会觉得说 你是一个基督徒的餐厅 你不应该去搞这个东西 尽管他们好像在其他方面做的还OK 他们的食品也都很好 但是大家都一直认为 就说你是基督徒 你就应该坚持正确的道路 那这家基督徒的餐厅呢 其实他们炸鸡做的很好吃 汉堡也做的很好吃 但他们非常有名的一点 就是他们礼拜天 这个餐厅是关门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希望 可以让大家有去教会的时间 员工可以去教会 老板可以去教会 我们在这一天 我们要分别为圣 我们要安息日 我们就是这一天 留给神的时间 所以我们这一天不卖钱 我们也不工作 但是呢 世界不要基督徒做基督徒呀 纽约的立法者 他就要求什么呢 他又推出一个立法 就说纽约所有高速公路休息站的餐厅 你给我必须一周七天都开放 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 有那种大车休息的休息站 有很多开大车的 这样的一个司机 可以在那里买到热的食品 可以在那里休息 但是呢 这个费为 像刚才我们讲过 它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企业 所以它礼拜天是不开门的 这个纽约立法者 他就说了 你们为什么不开门啊 你开在高速公路上 礼拜天难道没人要吃饭吗 你为什么不开门 但是其实 在纽约州里面 其实已经有一个规定 说这个费为不是关门吗 那它一定还有其他一家餐厅 是可以提供热食 一定会开门的 也就是说 在高速公路上面 一定会有提供热食的餐厅 给这些大客车的司机们 但是他们就要求说 我不许你 就是在我这开 你必须离拜天 你就得给我上班 你就得给我开门 这其实是大家都看得非常明显的 这个世界是在跟神抢人的 这个世界 我们的政府不希望我们追求神 不希望我们追求圣经 因为我们的政府都知道 如果说我们追求的是神 我们追求的是上帝 我们的最高的律法 我们的典章是圣经的话 那他就不是我们的王了 我们就不属于他们了 我们就是自由的人 我们就是神带领出埃及的人 我们不被他们所立的法而限制 但是他们永远都想要限制我们 他们想要掌控我们的人生 刚刚这个Chickville A这个例子 非常非常真实 你一定要开门 圣经上面说 我们要守安息日 你们可以 我知道各位在那边讲说什么 安息日是星期五 还是星期六 说真的 安息日这个东西 只是要证明说 你是自由的人 一周七天 你可以有一天的休息时间 因为那一天是属于神的 你要去休息 世界不想要这个样子的事情 世界希望你永远当他的奴隶 世界希望你永远守护世俗的典章 因为当一个人有耶稣 是他的救主的时候 他的生命就是属于耶稣的 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样子的影子 这个样子的一个 政府破坏信仰的一个方式 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很少去 fight这个样子的东西 我们很少去为了基督信仰的权益 来去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要认罪悔改的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说 我们生存的目的 我们如果是为了耶稣而活的话 我们如果是为了神而活的话 那我们就不可以被这个世界限制 所以跟堕胎的议题一样 LGBTQ的议题一样 不管民主怎么说 不管法律怎么写 不管说我们现在是 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或许右派的人 也有很多人支持堕胎 或许保守派的人 也有很多人支持堕胎 但是我们基督徒 我们在堕胎的议题上 各方面的 我们都必须要刚强装弹 我们不可以有任何的妥协 这个议题上 我们还是要选川普 我不是叫大家不要选川普 OK 我知道每次一讲川普这个东西 一讲到川普 我们每次说川普 有什么样的缺点的时候 底下的人就说 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 川普就是有他的什么计划 什么什么 我必须老实说 或许川普真的有他的计划 或许真的有什么这样的东西 或许他真的是 跟我们的观众说的一样 放长线钓大鱼 但是如果他做错的事情 我们就是要说出来 如果他做了不符合圣经的事情 我们就是要说出来 对 所以我们一直在找寻成功的方式 很多人说我要在我的人生里面成功 包括说我们要在这一次大选里面 我们要大赢 我们要成功 我们要获胜 很多时候我们 以为成功的方式是这样 只要我们妥协 我们就会成功 或者像 Chick-fil-A一样 是吧 只要我礼拜天 我去开门 对不对 我可以倒班 我再加两个员工 让他们礼拜天 去开这个餐厅就好了 只要这样子 我又可以多增加盈利的收入 我还可以避免政府找我的麻烦 这样不就好了吗 这样我不就成功了吗 但是神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才能获得成功 很多时候我们获得成功 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 你以为这样可以获得成功 其实不是的 神的原则非常的简单 在历代之上 二十二章十三节 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你若谨守遵行 耶和华借摩西 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 就得横通 这个横通的道理非常简单 他不是说你想 我这样妥协一下 我就横通了 我那样妥协一下 我就横通了 没有 他这里讲到说 你要谨守遵行 耶和华借摩西 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 你要遵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 你就能够得到横通 但神知道 我们在这里面会有惧怕 因为世界的压力太大了 你听到的声音太多了 你眼睛里面看到的 所谓的现实 你会觉得太真实了 但是神在这里 紧接着就告诉我们说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神做事的法则 跟世界做事的法则不一样 你没有神的时候 你在这个世界上 你当然要妥协 我都觉得我没认识神的时候 我活得像老鼠一样 我怕这个 我怕那个 我被没有发生了 未来的事情 我被挟制 我怕这个人 我怕我得罪了他 他就不给我机会 我怕这个 我怕那个 神说你不要害怕 你如果想获得成功 唯一的方式 就是你要 谨守遵行 神的律力典章啊 太简单了 我不用怕这个人 我不用怕那个人 我什么也不用怕了 我 获得成功方式太简单了 你不觉得吗 这比世界上的方式太简单 你去揣摩一个人的心思 多难呢 你想去讨好一个人心 多难呢 你要付出多少啊 神说你都不用做 你只要去遵行 神的律力跟典章 你就得哼通了 我的天哪 这是一个多么简单 而且是多么通达的道路 这是一个多么棒的应许 而且神说你 你刚强状态 你不要惧怕 你也不要惊慌 为什么 我们的神是最大的神吗 你到底在怕什么 神都跟你说了 你只要这样做 你就可以那样 怕什么 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见证 我这个跨年的时候呢 我去了我教会的一个 退休会 退休会 然后呢 我的领受 我必须要开始去了解人在想什么 我已经不是一个可以从讲员身上得到什么的东西的一个人 我需要自己去看圣经 我需要自己去吃粮食 而不是一直在那边喝奶 我需要了解说 其他的人在想什么 我才可以把福音传出去 给我的一个意象就是 保罗如果没有爱人的这个心的话 如果保罗不是说 我把我宁愿自己下地狱 我也要我的弟兄得救 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话 那福音就停在大马士革那个地方了 所以说神给我的这个意象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今年我决定我要跟每一个人都说嗨 如果说我看到你 我没有跟你打招呼的话 请你过来就 你记得神跟你说什么吧 请你 你要这个交朋友 你要开始在乎到人的心理 我这样子做 不是因为我害怕人 而是因为我敬畏神 所以说我决定要这样子去做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个样子的心态 每一个人都要把敬畏神放在自己的心中 当你敬畏神的时候 你的成长是无限的 神会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 给你下一步你应该怎么走 下一步你应该怎么去 所以今天真的透过这个节目 真的是跟大家讲 各个议题 我们不要想这么多 我们不要想要怎么去跟别人抵背 我们不要想去怎么样去做 我们只要想的就是一件事 我们要服从基督 我们要符合圣经 我们要做真正的基督徒 我们只要敬畏神 这一切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简单 所有的选择 所有的投票 民主就会变得非常简单 对所以真的是单纯一点 神怎么说就怎么相信 不要再想说 如果我按照神说的话去做了之后 会不会产生不好的结果 就算产生你认为不好的结果 也不需要你负责 而且或许是很多事情 在我们看来是不好的 但是神有他的用意 在神看来是OK的 所以我们不用说想太多 说我们要如何 是不是我妥协一下真理 或者是我尿敲了 我就不讲 我们就可以胜过仇敌 没有啊 神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怎么能够胜过仇敌 在诗篇119篇98节 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你的命令长存在我心里 使我比仇敌有智慧 所以仇敌其实是非常傻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心里没有神的智慧 你没有神的智慧 他靠的全都是自己的小聪明 他以为自己聪明的不得了 但神说什么 我们为什么比仇敌有智慧 我们的智慧是从哪里来 因为我们的心中 长存神的命令 神的命令长存在我心里 所以这样使得 我比仇敌更有智慧 所以大家根本就不用害怕 大家也不用担心 按照神说的去做 单纯的相信 单纯的去做 我们就胜过仇敌了 这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 一个原因跟结果 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单纯的信靠 单纯的顺服 所以在2024年 我们大家一起来加油 好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 再重复一下 我们这个思考问题 我们今天讨论的 这样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 有没有思考过 我的确有思考过一段时间 但是到后来 我明白 应该如何去做选择 而且应该要如何 坚定的去看 这样一个事情 那你有没有过 这样的选择呢 你曾经有没有过 想过说 我们要不就妥协一下 让他先赢 之后我们再怎么 有一个美好的 未来的愿景 不管你是怎么想 都欢迎在下面 给我们留言 我们大家可以 一起来讨论 那非常感谢大家 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坦 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